近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爆出惊人猛料,称,位于该国西澳大利亚州著名的珀斯铸币厂,竟然涉嫌将上百吨不符合中国上海黄金交易所要求的金条卖到了中国,而且还对中方隐瞒了这一情况。 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介绍来看,被爆出这一丑闻的珀斯铸币厂由于开办的历史相当长,可追溯到19世纪,同时又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铸币厂之一,所以这不仅令该铸币厂成了澳大利亚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更领袭在全世界都享有不小的名声。 然而在2018年时,这家铸币厂为了节省开支,开始在制作金条时采用了参数杂志进行稀释的做法,这种被参数的杂志主要以银和铜为主。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说法,珀斯铸币厂的这种做法虽然是被行业接受的,本身也并不违法,但由于该铸币厂还得保持起99.99%的黄金纯度,所以这不仅对其工艺的要求很高,而且也存在着不小的品控风险。 结果在2021年时,咱们中国上海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就发现了珀斯铸币厂制造的两个金条存在杂志超标的情况。 具体来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那两个金条尽管在黄金的纯度上没问题,也是99.99%,但因为上海黄金交易所对于杂志有更高的要求,结果那两个金条被发现银杂志的含量超标了。 但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向珀斯铸币厂投诉了此时候,珀斯铸币厂方面调查发现,那两个金条中的其中一个,其实早就被铸币厂发现存在问题。 珀币厂同时发现,出问题的可能不止这一两个金条,而是有可能多达100吨,因为这些金条都是自2018年以来经过一个掺杂西式工艺生产出来的。 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选择告诉上海方面这个实情,珀斯铸币厂就得大规模召回这些金条。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这不仅意味着,珀币厂要投入多达数十亿澳元从中国的买主那里,对不合格的金条进行回购,还需要将这些金条从中国运回到珀斯回炉重造,成本将非常巨大。 同时,公司也将因此失去信誉和市场。 结果,珀斯铸币厂的领导层便决定,对上海黄金交易所这个铸币厂最大的客户隐瞒了这一情况,然后一边把掺杂西式金条的操作给停了,一边对上海方面表示,除了那两个金条,其他后续生产的黄金是合格的。 而在完成了这一系列掩人耳目的操作后,铸币厂的CEO理查德·海耶斯很快就宣布了自己将因病提前退休。 尽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获取的来自珀斯铸币厂的内部文件,已经曝光了这起严重损害珠币厂乃至澳大利亚信誉的丑闻,但珠币厂方面在接受其采访时,居然将责任推给了中方。 称,由于中国对黄金出口的限制令,上海黄金交易所没有把其认为不合格的那两个金条退回,珠币厂也就无法核验此事。 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曝光的珠币厂内部文件却清楚地显示,珠币厂很清楚那两个金条中至少有一个是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在珠币厂也挂了号的。 不仅如此,有公司内部的吹哨人还表示,这是自己建国的最大最严重的一级丑闻,所以不论珠币厂怎么狡辩,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曝光下,其信誉目前都已经崩塌了。 就像那名珠币厂内部人员所吐槽的那样,以后谁还敢相信来自珠币厂的产品呢? 最后,由于珠币厂其实是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政府所持有的一家国企,所以目前,西澳大利亚州议会的反对党已经在要求成立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此事。 称,这起轴纹令西澳大利亚的纳税人陷入了要为珠币厂买单的风险之中,反对党还要求西澳大利亚州州长马克·麦高恩为此事负责。 因为他在于2017年至2021年担任州长的第一个任期里,珠币厂是处在他的职权管辖范畴的。 目前,麦高恩本人尚未就此事进行回应,但他的其中一名部长表示,他不会就此事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